原标题 认同的政治家 他还是唯一一个突破宗教 意识形态 国家和人种 得到所有人赞誉的政治家 他一生中获得重要的荣誉 有一百多个 拿个诺特尔和平享式小菜一碟 他就是南非国父曼德拉 为什么曼德拉能取得这么大的荣誉 因为曼德拉 他是全世界的圣人 一个国家的罪人 人权 民主和自由是他的武器 1990年2月 南非当时的白人政府 在国内外的重压之下 被迫宣布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出狱当日 欢迎曼德拉的人 有12万人之多 随后 他把人权 民主和自由 当作他自己的武器 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 向当时的南非白人政府开战 而世界各国均从不同的角度 对曼德拉进行了大力的支援 包括日常 在国际上 对曼德拉的评价也空前一致的高 称他是圣人 世界的伟人 1994年4月 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 成为了南非的国父 上台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废除西方各国口中的种族隔离法案 班图斯坦法案 于是 在南非的黑人彻底解放了 曼德拉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放弃南非白人政府 顶住世界中压 快要研制好的核武计划 他在联合国的监督下 于两个月内就拆除了核武 并交与武长 于是乎 武长花了几十年 用强硬手段都没做到的事 被曼德拉用一句话就做到了 随之而来的 曼德拉迎来了全球 对他赞美的第二个高潮 而曼德拉本人 也似乎很享受这种殊荣 曼德拉做的第三件事 就是宣布南非那些偷渡来的无国籍的黑人们 都拥有南非国籍 都是南非人 他说 人生而追求自由 自由的国家不会不欢迎追求自由的人民 我们 一直奉行并追求的 就是指人权 民主和自由 就这样 南非白人政府死都不肯承认 并且一直都在驱逐了无国籍的黑人们 在这一刻 全部加入了南非 而非洲那些黑人一窝蜂全都去了南非 曼德拉做的第四件事 就是击碎了南非白人政府 为南非铸就的贸易壁垒 当时的南非 基本统治了非洲大陆的贸易 几乎是碾压级的贸易规模 但凡外国资本 货物 进入南非都需支付昂贵的关税 所以五常一直都说 南非进行贸易壁垒 曼德拉上台后说 既然这样 那就进行自由贸易 随之而来就是像中美等制造大国 在南非进行商品倾销 这导致了直接后果 就是南非本土制造业日益艰难 很多白人商人被逼了没办法 只能卖两厂子 移居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 而他们的厂房 则被中美各国以白菜家的方式买入 后来 英法没抢到肉吃 便说南非大搞金融壁垒封锁 曼德拉 于是 大手一挥 开放金融业 最终 南非白人政府用战争捍卫了的 本土制造业瞬间被击碎 他们用百年时间淬炼出的金融也瞬间没了 曼德拉做的第五件事 就是去工业化 在这大家要搞清楚 去工业化并不是把工厂拆了 而是国家在行政上不再优待制造业 比如税收 贷款等 均不会对制造业进行减免 补偿等 它让制造业参与完全程度的自由市场竞争 以达到消除高污染 高密集产业的目的 这是一种高风险的治理模式 一旦失控 后果就会像美国的匹兹堡和底特律 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埃及的开罗等等 制造业就会全部被毁灭 曼德拉不但没有降低南非制造业的税率 还对制造业加收了治理环境专项税收 这让南非国内的工厂 瞬间压力山大 不得不纷纷把厂子迁往别国 于是 南非制造业进一步破产 各种企业被低估 被贱卖 全部成为了外国的公司 曼德拉作 那最后一件事 就是制定法律强行规定 各部门各行业 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黑人工作 就连医院 军队 政府都必须要招收黑人 不然 你就是种族歧视 可是黑人大字都不识一个 怎么替人抗病 怎么保家卫国 怎么执政 这纯属瞎扯淡呀 南非白人政府 执政时期 其医学非常发达 全球第一例心脏抑制手术 就在南非成功 并且南非的药物开发在那时候 也是全球名列前茅的 医院绝对的一流 曼德拉此举一出 南非的医疗列简直是坐过山车一样冲入低估 医疗致死的案例多的丧心病狂 以至于在南非的商人 不管是不是本国的 一旦有病都坐飞机 前往外国治疗 更有意思的是 曼德拉还要求期货交易市场 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黑人 这可是大宗交易呀 需要有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 然而呢 他又对警察行业下手 一大批素质低下 文盲警察进入了治安行业 结果就是南非的执法力度瞬间下滑 整个国家混乱无比 抢劫案 强奸案 杀人案层出不穷 以至于连旅客对此地也望而远之 就这样 圣战斗是曼德拉以人权 民主和自由作为他的武器 把南非作为礼物贡献给了全世界 亲手拆了一个 有可能进入常任理事国的强国 曼德拉 他是全世界的圣人 一个国家的罪人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